另外在公商新闻方面 受疫情影响而关闭了15个月之久的 南海岸广场旋转木马 于今日正式重新开放 为满足防疫需要 位于南海岸广场的两座标志性旋转木马 自去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被迫关闭 但本周随着加州疫情的缓解 以及防疫限制措施的放宽 承载几代人欢乐回忆的旋转木马 再次向公众开放 今天我们在祝福开放 两座旋转木马 一座位于旋木大堂 也是南加州唯一一个 会变换两季主题的大型旋转木马 当春季到来时兔子会取代马匹 而当冬季到来时 驯鹿会为人们提供座驾 另一座则位于Crate & Bar一侧 于1991年建成的这座旋转木马 是以亚瑟王和圆桌骑士的传说为主题 1967年 作为南海岸广场开业的一部分 两座大型旋转木马坐落旋木大堂 此后便成为南海岸广场的标志 以及南加州历史的一部分 凤凤凰卫视十一记者白亦成 洛杉矶报道